用鏈大戶電費拍板調漲 而運作高度依賴電力的 臺北捷運公司 今天是出面表示 二十六年來票價沒有漲 但是電費率已經漲了百分之二十 希望臺電這一波漲價 能夠給予折扣 否則不排除檢討票價 不過北捷票價的主管機關 臺北市政府則是表示 政府鼓勵大眾運輸 如果漲價會有背道而馳的問題 因此將會全面性的考量 感應票卡進入捷運站 台都看見資訊看板提示 列車還有多久近站 僅聲音響起 月台閘門和列車車門關上 列車準備開往下一個車站 這些捷運系統運作 都是依靠電力 不過電價掌聲響起 臺北捷運公司舉行記者會表示 二十六年來票價沒有變動 電價卻已經漲了百分之二十 再漲下去 恐怕臺北捷運撐不住了 我們現在要等 確實有些方案出來以後 那我們當然有一些 這個運價率的一些計算的公司 那這部分我們會進一步來 尋程序來做評估 目前這部分還沒有到這個階段 臺北捷運呼籲中央政府 通常考量軌道交通電價 並給予紓困及振興措施 高雄捷運公司也跟進 希望中央給予協助 聽到捷運票價可能因為電價調整漲價 有民眾表示大眾運輸不宜漲價 政府應該想辦法補貼 也有民眾說如果因為成本增加 票價上漲沒有關係 但相關成本要攤開 讓各界檢視 前提就是說他所有的數據是要公開的 這樣我們才能知道我們評判的一些標準是什麼 那如果是合理的 我覺得不會有人反對 台北市捷運如果要漲價 最後要由地方主管機關 台北市政府核定 副市長黃翔恩回應表示 二十六年來北捷開源 截流沒有漲票價 就是為了鼓勵大眾運輸 如果漲價會有背道而馳的問題 經濟部長王美化也表示 過往臺電對北捷就有相關優惠 今年優惠方案還是稱讚 記者張志聰 謝祺文 孟昭全 台北高雄報導